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爾 話說我剛才終於到了Airbnb 現在就要出發去吃我在韓國吃的第一餐 我好餓啊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吃在IG上面 超級之紅的奶油烤雞 一開始我以為它的奶油會很膩 但不知道它是辣辣的一個淡奶油 吃下去是很開胃的 至於這隻雞是整隻的 很滑 說明它是烤雞 其實它的炭烤味蠻重的 就不會只有一個雞味 而且它整個套裝裡面 其實是有炸年糕 有麵包 有粟米 還有蔬菜 就不怕吃雞會吃到怕 另外醬方面 它也有複度蛋黃醬 還有辣醬給你 真的想說 這是一個脂肪的味道 我自己是很推薦 還有很有驚喜 評分的話8.5分 好 現在我們就去吃韓牛 大家都知道韓牛的價錢其實不便宜 我這次去的這間就叫做七百食堂 剛才我們點了一份韓牛評判 就是35,000 won 它就要二人份才起點 大家看看它的雪花 它這個是韓牛評判 應該是有不同的部位 每個部位就兩塊 應該 我已經摘好這個頭髮 準備吃了 好 現在第一塊就煎好了 燒好了 先試一下 很好吃 然後就是這一塊 剛才一咬 它的油脂馬上爆出來 這個很棒 雖然大家說起吃牛會想起馬場洞那邊 但其實這間在弘大 很適合 我不會突然跑到馬場洞 但是價錢我都覺得是 以韓牛來說 我覺得是值得吃的 它直接幫你製作一個拼管 什麼部位的牛都可以吃到 因為如果是馬場洞 就要自己選擇 要哪個部位 哪個部位 所以這個就可以 因為組合 滿足大家的願望 推薦這間我給狗分 然後我們就是來做一個定食 首先需要一個杯麵 然後需要一個飯糰 一包芝士 和一條香腸 試煮完之後的感想 是真的很好吃 和很邪惡 但是吃完之後 第二天有機會喉嚨痛 早晨 今天我們來到Day2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吃早餐 應該是吃Egg Drop 那我們就去到再見了 好 我們就去Egg Drop的途中 看到有這間Burger 好 換我看看它是超級即可 所以我們就進來打算吃一個Burger 之後再去吃Egg Drop 這個就是Classic Cheese Burger 其實它可以點一個大小的 但因為我們一會兒還要去吃Egg Drop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普通版的 有很多汁在裡面 所以這個包子吃下去一點都不會乾 這個排又是很juicy 大家經過 這間是雲大 大家經過是真的可以進來 買一個包子可以take away 而且好像是24小時營業 然後就買回去酒店或民宿燒夜吃 在京車屋 我想說它是不能給Cash 所以大家來點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怎樣用卡備 這個就是我們點的Double Bacon Cheese Burger 不是Burger Double Cheese Bacon Toast 其實這個是 我吃不到那個Burger 在哪裡 那個蛋是挺滑的 但是 我們在準備要去Café的途中 就在黃大京那間昨天很想過來吃的 芝士鐵板雞 因為我看它超便宜 它一人睡是12000W 所以就進來試了 應該味道差不多 但應該是性價比之選 這個 那就等它上來了 好 我們的雞就到了 我現在沒有芝士了 它要自己加的 OMG 現在超不開心 但不要緊 我們儘管吃這個 我沒有芝士的鐵板雞 有雞和椰菜在裡面 它的辣度是可以選擇 我們已經選擇最不辣 就是最mild的那個 但我覺得也很辣 但是它的雞是很好吃的 我覺得 所以我們這個不是我們正餐 所以我就沒有加其他食材 沒有加麵 飯 雞蛋蛋 那些下去 如果加上一起吃 應該 都挺棒 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吃一間 同樣在IG上面 超級紅的 TACO 那因為當店裡 它就太吵了 所以就由我來語音導航 那這間店 它很多地方 都有分店 那對於一個不喜歡吃菜的人來說 可以吃到淡淡肉的TACO 其實真的很難得 所以當初我在IG和YOUTUBE上面看到 就已經記錄了一定要來吃 那我們叫的這一款 就是有蝦 有豬 有牛 有雞 還有洋蔥 那它就很多汁 那就算 本身你不再塗它的醬汁 也很有味 因為它所有菜 都有調味 就是這樣 單吃也很好吃 尤其是蝦 蝦是辣辣的 總括來說 淡淡肉 而且味道也很濃郁 真的很好吃 那所以這個我的評分是有9點 HELLO 大家 那我現在就是在Haha 和金鐘閣開的40日 那之後呢 其實我四五年前 我就已經吃過了 那但是呢 因為剛才剛才經過了 然後又很久沒有吃 所以就決定來吃一下 那它的店舖的裝修 跟以前是一模一樣 那這次就看看四五年之後 吃的味道呢 會是怎樣啦 那我們呢 就分別點了兩種肉 一個呢 我們就點了牛 就是牛胸的位置 說真的呢 它有人幫忙燒 已經是極加分了 它配菜 還有一些醬料 都給很多 就是你想到的都有給了 基本上 我們現在呢 就先來吃這個牛胸片 那這個就是有肥也有瘦 但是吃起來呢 會很重 但是這個呢 沒有這個感覺 現在呢 我們就來吃它豬肉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還挺厚 剛才真的都燒了多久 有限的話一定要點二人份 通常呢 你吃一些 韓燒 燒肉 你一定要來二人份 那時候去點 沒有 這裡沒有 早安 現在我們呢 就會去 走進去這個廣醬市場 那就會開始吃我們的第一餐 現在超級多人 然後呢 我有一點點眼花鹽 不知道究竟吃了什麼 那現在呢 我們就坐下 這個廣醬 極多人 所以我們就沒有說去哪一間店 坐下了一間去吃這個 水冷麵 我自然都發現 這給大家看 好像也有很多餃子 這個是我媽媽 現在呢 我們就來到漢南東 就準備吃這個牛肉拌飯 那這間牛肉拌飯呢 其實它真的超出名 我們來到 它開五點 然後現在五點十幾分左右 我們來到 已經要排隊 等位進去 所以它真的超多人排 所以如果大家想吃 一定要早點來 而且它不只是漢南東 是一間分店 我記得在聖水東那邊 也有一間 大家可以搜尋 看看哪一間 近你們 然後就去那間 我們現在就排隊 待會進去 再告訴大家 究竟它值不值得吃 以及值不值得排隊 跟大家說回一件事 剛才一等位 是要去後面這部機 按飛機 但一定要用韓國電話 我試了按 00000 它就說 剛才有人也是這樣按 應該都是外國人 所以我就不可以再用這個電話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這個時候 就直接進去問店員 那就OK了 就是這樣就幫你教 大家 現在我就進來了 剛才我們大概等了九個字位左右 然後就會在外面 等位的機器 已經點了餐 就進來就不用再叫了 現在就等它上菜 好期待 都是不猶得 一遍 她這裡超級講究 這裡好多醬 好多盆菜 等一下我們要加這個 這個不是很想念 好像是一些餅 然後因為這支麥克風沒有聲音 所以就用來後期配音 其實這個它的吃法 就是之後它會有一個湯的東西 讓你倒進去 就加上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 粟米片 類似粟米片的東西 就蓋上它 接下來就說一下它的飯表現成怎樣 首先它的醬汁 吃下去好像日本燒汁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牛肉粒也很嫩 始終它主打是吃牛肉粒 我自己就覺得一定要加上它的泡菜吃 因為它的泡菜是偏甜的那種 感覺是說它其實真的蠻特別的 在韓國很少吃到一種厚味的泡菜 所以我覺得它的泡菜是加分的 整體來說就是7點5分 扣分的地方是要排隊排一段時間 而且是略貴的 好 我們現在就是明洞 隨便進了一間店頭吃東西 到來發現它是極多這些零星的鮮味 先看看 裡面有兩塊 一塊 三塊 兩塊 三塊排骨 好像很吸引感 因為我們想吃得清淡一點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排骨湯 它的排骨湯真的做到清淡 但不是沒有味道 它的排骨味也很重 而且它的排骨吃下去很軟 肉都吸收了湯的味道 這個排骨湯挺推薦 吃了太多天很沖口 還沒想吃淡一點的東西的朋友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燉牛排骨的肉 好像不是說很辣 但很咬 我覺得它有很大醬味 兩個人自然點火蟹都這樣 不然是湯還是很高的話 太好吃了 很美味 這個味道有多好吃 味道有多好吃 味道有多好吃 早晨大家 今天早上我們就試這個 在GS25的CPU 買的炒飯 這個樣子就是這樣 有點逃亡不負 GS25買了這個冰 還有這個野飲 它是整塊芝士的 我以為它有芝士粉 然後我男朋友就試這個 火雞麵出的丁丁飯 裡面是有肉的 這個味道 蛤 裡面來 什麼水果可以長命百歲 這個是我們今晚的安東燉雞 安東燉雞 好難度 好大一份 我們叫的這個是沒有屈 因為不想吃屈 很好吃啊 這個不怕太鹹 一開始怕它會很鹹 一定要配飯吃 但我現在沒有配飯吃都OK 但它又不會沒有味 很足夠的 我以為真的會有明星餐廳的 只有這麼鹹 但我剛才一包多了 這個真的不錯 這裡還會有麵 有麵粉絲 他說按摩骨這款東西 你看到它很大一塊 每一塊都很大一塊 很淡淡的肉 還要 而且那些雞 真的醃過 又浸在骨子裡 這麼濃 它不會有很溶爛 那樣的肉 它也是很必殺的 但是是滑的 而且還不鹹